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MD日前公布了202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的财务业绩 正如预期,该公司凭借其客户端和资料中心CPU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或许,AMD在该季度的最大成就是,公司历史上首次在资料中心领域的销售额超过英特尔 然而,AMD的资料中心CPU销售表现却令市场观察者欲感失望 另外,AMD游戏业务在第四季度陷入困境,营收下降至5.63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9% 该部门的营业利润同比暴跌78%,仅为5000万美元 主要下降是由于Radian独立GPU以及微软Xbox和索尼PlayStation游戏机的SoC晶片销量下降 AMD切入市部门在第四季度出现温和下滑 营收降至9.23亿美元,与2023年第四季度相比下降13% 而营业利润下降21%至3.62亿美元 按季度计算,营收持平,但营业利润下降3% 即便如此,AMD公司2024年第四季度总营收76.58亿美元 同比增长24%,该公司的毛利率达到51% 而净利润为4.82亿美元 按年计算,2024年是AMD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因为该公司的年营收达到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 该公司的净利润为16.41亿美元,毛利率达到49% 尽管公司的年度业绩令人印象深刻,但第四季度的某些成绩,尤其指得AMD自豪 资料中心业务是AMD的主要盈利来源 第四季度营收达到创纪录的38.6亿美元,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9% 营业利润也大幅改善,同比增长74%至11.6亿美元 相比之下,英特尔的资料中心和AI业务部门的净营收为34亿美元 而其营业利润达到2亿美元 本季度是AMD的一个里程碑,但分析师原本预计 AMD将销售更多用于AI和HPC高性能计算的Instinct MI300系列GPU AMD的客户端业务部门,即桌机和笔电、CPU等在第四季度表现同样出色 营收同比增长58%至23.1亿美元,环比增长23% 然而,最突出的数字是营业利润同比增长711% 达到4.46亿美元 由于来自AMD的竞争加剧 英特尔资料中心CPU的销量在2024年创下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据Semi-Analysis的分析师Sarvan Kandajaj来预计 2024年,英特尔资料中心CPU的销量相比2011年下降了20% 相比2021年的水平则大幅下降了80%以上,是近14年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云端资料中心的兴起,英特尔的资料中心CPU销量在201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上升 当时,英特尔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竞争对手 因此,CPU内核数量并没有迅速增加 这刺激了云服务提供商购买更多的CPU来满足其客户的性能需求 然后,由于2018年Meltdown和Spectre漏洞爆发相关的缓解措施 降低了已安装CPU的性能 并促使云服务厂商在2018年购买了更多配备英特尔CPU的伺服器 因此,辉达资料中心CPU的销量在2018年有所增加 在2019年的资料中心市场受到AMD的激烈竞争影响 英特尔资料中心CPU在2019年的销量越有下降 随后大流行的影响 对云端运算的需求在2020年和2021年再次增加 进一步推动了英特尔伺服器CPU的销售 然而,在2022年,对通用伺服器的需求放缓 很多新增需求转向了AI伺服器 以及AMD推出了极具有多达96个内核的第四代EPYC处理器 远超英特尔顶级至强CPU的内核数量 这也使得英特尔资料中心CPU的出货量在2022年下降 然后,生成是AI需求的爆发 云服务厂商对于伺服器需求更多的 由传统伺服器转向AI伺服器 英特尔在2023年的资料中心CPU销量出现了崩溃 2024年仍未止住下滑趋势 从英特尔最新公布财报来看 与2023年相比 英特尔资料中心和人工智慧AI集团2024年收入增加了1.82亿美元 主要是由于伺服器CPU收入的增加 而这主要得益于伺服器CPU平均售价 比2023年增长了12% 因为高内核数量的CPU产品组合增加了 实际上,2024年的伺服器CPU销售量 还是比2023年下降了10% 原因是竞争环境中的需求下降 以及高内核数的CPU产品组合的增加 就2024年四季度业绩来看 LiamD的资料中心业务的营收 达到了创纪录的38.6亿美元 同比增长69% 环比增长9% 营业利润也大幅改善 同比增长74%至11.6亿美元 相比之下 英特尔的资料中心和人工智慧业务部门的收入为34亿美元 运营利润为2.33亿美元 显然 LiamD的资料中心业务表现已经超过了英特尔 Sarvan Kandajajla透露 随着英特尔承认 在Granet Rapids和Clearwater Forest推出后 可能仍存在竞争差距 其产品主管再次暗示 将会为资料中心产品聘请外部代工厂 虽然这可能不会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即使是外部制造的产品 Lunar Lake和高地系列也有自己的问题 Sarvan Kandajajla指出 英特尔晶圆厂需要每天从它的业务上赚钱 就像它需要在客户的业务上赚钱一样 所以他认为 如果这意味着它能为客户找到合适的产品 合适的市场窗口和合适的性能 那么它会把资料中心产品放在外面代工 这并不难理解 在此背景之下 英特尔日前决定 仅向其以色列员工发放相当于0.8个月工资的年度奖金 与该公司前几年定期发放的2.5至3个月工资奖金相比大幅下降 虽然2024年的年度奖金数额有所下降 但英特尔还在财务冲突爆发后 向以色列所有员工提供5000美元的补助 并为数百名直接受到冲突影响的员工 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务支持 英特尔回应称 今年还将根据业务结果向公司员工发放奖金 奖金减少 加上英特尔股价下跌 导致限制性股票单位RSU价值下降 与过去几年相比 对员工薪酬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 鉴于英特尔目前的财务困境 任何奖金的发放都可能是意想不到的积极因素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